晚上好 欢迎收看3月7号的百个大世纪 我是金龙 卫生部今天开始在特定疫苗接种中心 为5到11岁的儿童提供科兴疫苗接种 卫生总监诺西山昨天表示 根据免疫桥接分析数据评估显示 和接种科兴疫苗的青少年以及成人相比 科兴疫苗可以在儿童当中产生相同 或者是更高的免疫反应 而间隔28天里头接种两剂疫苗的方案也是安全的 国家复苏理事会的主席慕尤丁今天在国会指出 政府没有理由再进一步推迟开放边境的决定 因为即使是疫苗接种计划不如大马的国家都已经开放 那么除了边境开放的课题 前首相大企之前指责慕尤丁掏空国家资产以及浪费公款 对此慕尤丁反击说 他动用6千亿令吉的国家资产来援助人民度过疫情难关 并不是一项浪费 慕尤丁也补充 相比其他的解救民困 丢失了数千亿公款的那几 居然敢说浪费钱 让他感到惊讶 慕尤丁也表示 大笔资金不是进到他的户口 而是提供给受疫情影响的人士 包括购买疫苗 现金援助 以及开设疫苗接种中心等等 图团党总秘书韩沙在努丁 昨天晚上在麻婆出席 和华社以及青年见面晚宴的时候 多次发表金华社的言论 也亲自上场打鼓助阵 在活动上 他恳请华社视他为一份子 并指大马是由华乌印共同建立以及打造的 这是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事实 而这位国盟柔州竞选主任也说 马来西亚是各族生与私死与私的国土 没有人应该离开这里 各族也应该共同建设更好的国家 五天之后就是柔佛选举投票日了 那么近期前首相纳吉频频出席各地 画面上看起来像是受到了热烈欢迎 但是行动党的元老林吉祥 昨天晚上为新门候选人站台的时候 就以一本由穆罕默卡玛教授编写的书为例子 表明说 无意教授也对马来穆斯林的弹污感到震惊 林吉祥也说 如今连一些非无意都觉得可以支持纳吉 反之不支持纳吉的人却不出来投票 导致投票率大跌 这对我国民生而言是一件危险的事 另一方面 武统将在今天晚上直播一场题为 华人行动党欺骗柔佛华裔的线上活动 而嘉宾是 武统柔佛州属理主席诺加斯兰 行动党的柔佛州主席刘振东则是批评 柔选选前五天 武统打不出什么牌 来说服马来选民支持武统 又祭出针对该党的负面竞选 刘振东还说 身为华屋混血的诺加斯兰 在武统选行告解的时候 祭出种族牌 成熟可行 本周六就是柔佛州选投票日 但这一次柔选的气氛 不比以往热烈 虽然选友会放眼70%的投票率 但是莫迪卡民调中心的资深研究经理 陈成杰受访的时候指出 他们估计投票率或只有大约一半 这次选举的问题就是很冷 大家都很冷 各大民族 马来人华人 几乎会觉得这个选举没有必要 因为疫情下 很多人都没有兴趣出来投票 投票率我们估计可能只有一半左右 这样情况下就变成 这些所谓的Felda的选票 就变得很关键 因为这些很多还是在地的选民 就是住在肯治区里面 他们出来投票的比率 肯定会比那些外地的优质高 就变成这样的情况下 它就变得很关键 就会影响最后的一个结局 巫统胜出还是反对党胜出 或者是因为选票分裂 就让所谓的反对党胜出 或者是土团党因为个人的领袖 个人的魅力 都在个别选区有机会跑出来 就变成这很关键 因为肯治区选票 几乎在国际有三分一的议席 都有他们的选票 就变得很关键 因为他们投票率是 会比平常的城市选区的选民高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了